接下來2020的這場選舉 如果人民覺得 這樣子的執政方式 不是他們想要的 而且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 或是各層面的開放 是沒有幫助的話 2020這場選舉 人民就會有一個新的選擇 剛才文倩給民進黨的建議是 如果真的要突破目前的框架 是徵召柯文哲 國民黨是徵召一個能贏 而且有能力治理的人 這想像空間就更大了 江啟臣委員 的確2020民眾的期待值會更高 因為2016 蔡世英提名你 我不是民進黨 你就提名蔡世英 張啟臣直接登帝出去就可以 我必須講 現在的民眾 你現在網路上是熱門的 提名人選2020 非常熱門 我們來查看看 要勇敢 但是我覺得民眾的期待值 會越來越高 因為經過2016 然後到2020 這個期待值不是反映說 他們覺得現狀很好 而是他們對於現狀 剛剛文青姐所講的 其實現在大海生活的不是那麼好 甚至非常痛苦 所以那個在茫茫大海當中 搞不好是在尋找那個浮沫而已 現在是搞不好沒有看到浮沫 所以這個對於兩大政黨來講 真的是滿大的一個考驗 我直接先問你 政黨如果徵召了柯文哲 你們國民黨怎麼辦 因為柯文哲本來就不是我本黨 本來會去考慮的合作對象 對我們來講 你只有說國民黨我們不可能 跟他搶著徵召柯文哲 目前沒有這樣子的情況會發生 可是那對國民黨 會是一個滿大的一個挑戰 就是你如何找到一個 能夠打敗柯文哲的人 從黨內也好 如果你徵召韓國瑜 不可能 以目前來講韓國瑜大概很難 你們徵召一定要他出來 請高雄人讓他出來 叫他馬上放棄高雄市長 現在國民黨只是希望說 民進黨不要徵召柯文哲 會不會最後變成是 柯文哲跟韓國瑜配 我覺得這個真的對本黨來講 如果是那樣的狀況的話 那樣狀況的話 是很大的一個挑戰 所以我們現在必須先去思考 所有可能的排列組合 你說你們要思考的方式是說 你們的對手就已經是柯文哲 對 這個必須列入我們的考量 一定要列入考量 因為以柯文哲現在他的態勢 他就是準備他就是 他就是要選 應該就是準備要選 他六月只是說你六月再來跟我們 而且綠軍的選民 即使民黨自己蔡英文應選 綠軍選民自己會起飽 對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因為柯文哲 他也看到這樣的態勢 當藍綠所推出來的候選人 從市場的反應來看 他的嗅覺非常敏感 他如果覺得說 他有很大的空間的時候 其實他宣布殘選 我覺得是很自然的事情 否則的話他2024的話 他大概那個機會 不見得會比現在好 所以無論如何2020對柯文哲 以他現在雖然台北市算是小贏 產勝 但是會是他攻取大衛 相對比較好的一個時機 所以國民黨在評估 整個2020的態勢的時候 我覺得柯文哲是一定要放在那裡 去做一個比照 然後做一個對照 然後我們要用什麼樣子的人選 才能夠打贏2020這一局 如果是柯文哲的話 你有信心 如果你被提名的話 可以打敗他 這個問題滿困難的 但是我必須講 他說你 你是說我嗎 我是說你 所以說我們要提名誰 我只能說 如果是柯文哲的話 那就是看我們柯文哲 你有勇氣挑戰嗎 我覺得台灣現在幾乎沒有什麼不可能 很多事情 我們都必須放在心中好好去思考 他說的是你 所以他放在心中思考 我覺得很多事情 大家必須放在心中思考 你覺得你自己 他決定要選要領帶你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放在心中去思考 到底我們應該用什麼方式 文哲 你這個陷阱題 會害死很多人 但是文哲提出一個標準 我覺得文哲提那個標準是滿好的 因為他認為說 假設我們今天要挑選一個 因為他一開始就要對政黨 用幫派的方式來批判 那也就是說如果說 一個人只想獲得一個位置 或是想保住一個官位 那他一定是成群解黨 這種人我們不要 但是假設說有一個人 他看到台灣的問題 例如說文哲剛剛提的 台灣的問題 其實最嚴重的還是競爭力的問題 競爭力是一系列的 因為包括你的教育 文化 你的科技 你的能源 你的各方面 好 假設今天有這樣的一個人 他能夠看到台灣的問題 而他也能夠想找到解決台灣問題的 這個辦法的這個人 然後他提出他的非常好的一個構想 然後他的能力也證明 他曾經能夠解決問題的人 如果用這樣的一個標準 來去尋找這種候選人 不是就是政黨的一個 最好的一個方式嗎 這樣的話 找到這樣一個人 社會大家也覺得說 這個人可以解決台灣的問題 我們就接受他的領導 那成為國民黨的一個 推舉的一個對象不是更好嗎 就是開放的 不要說在你們那個小廠堂裡面 就整個完全開放 來去尋找 這樣會不會更好 所以你是勸進張啟宸嗎 不是 不是 他的意思說 應該要更心胸 更開闊的 去找可能的人選 成功不必在無 比如說像文倩姐這樣的人 我不是 我覺得不是 文倩姐提出這個問題 也要被修閒的 的確國民黨在尋找2020年 應該態度一開始 我覺得一開始應該可以開闊一點 可以開闊一點 去容納一些可能的選項 跟考慮的對象在裡面 我覺得這樣子的搭配組合 可能會讓我們有更多的想像 因為你要應對柯文哲 這樣子的一個候選人 或者一個可能的選項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的心中 真的應該更開拓 甚至要有更多的想像力 然後去做這些可能的排列組合 不見得要限定在本黨 但是基本上 如果能夠跟本黨有好的搭配 然後社會能夠接受 我覺得最重要是接地區跟民意 民意期待什麼樣子的一個 總統候選人從國民黨產生 或者是代表國民黨出來 我覺得這一點 我們應該要多聽一點 先不要局限在說 我們大概只有哪些人 只有哪些人 應該先去問說 民眾需要什麼樣的人 想要什麼樣的人 我剛才其實想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柯文哲 如果其實我不瞭解柯文哲 不過我看他這一次 接待上海副市長的樣子 跟他邀請的人 那個規格不太像 他當台北市市長的規格 不太像以前 然後所以我的看法是 第一個是民進黨跟他合作 就是民進黨不跟他合作 結果立軍的選民自動氣爆 所以你國民黨的選項其實並不多 就國民黨的選項 就是說民進黨可以選擇跟他合作 民進黨可以選擇自己提名 但是民進黨選擇自己提名的時候 他的選民未必買單 他的選民很可能最後就是會棄薄 因為他更反對國民黨的某些候選人 那柯文哲就當選了 那柯文哲當選我不能說他一定不好 可是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實在看不出 他對能源政策 雙語政策 他在雙語政策是輸給賴清德 我要先講 講話要公平 就台南的資源那麼少 台南的雙語政策 居然做得比台北市好 那更不要講在人工智慧的政策 那柯文哲不是貴族出身 但是他讓台北市只有貴族 幾乎才有受雙語教育的機會 這是絕對不對的 那只有少數幾個學校是有雙語教育 那所以我也不知道 柯文哲對我們剛剛所說的那些問題 有過什麼見解 有過什麼看法 在政見發表會裡頭又念稿 然後也沒看過他對核能政策有什麼看法 對能源政策有什麼看法 我只有每天從山上下來的時候 看到我山上的天空是藍的 看到新電的天空在花雲星城也是藍的 然後只有台北市就是一片霧霾 因為旁邊有林口火力發電廠 他對這些事情從來沒有發表過看法 但是在這個情況裡頭就是說 國民黨自己覺得這個國家你要不要救 答案只有這樣 還是你要搶 兩個不一樣 我們現在是政黨拿去露魔 用搶的分 而且還沒有道義比梁山伯都不如 比黑道都不如這樣 還互相殘殺這樣子 所以像流氓搶東西 然後比流氓不如還互相搶東西 所以我實在是看不慣 所以其實國民黨在思考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是很少討論政治問題說定我外行了 但是我真的會告訴說 如果可不可以只要選 如果是真的 我不瞭解 OK 如果他要選 賴教授有smail到這個位置 如果他真的要選 其實國民黨的選項很少 國民黨選項很少 因為綠軍的選民 即使民進黨黨中央不跟他合作 人家會氣爆 不過回到這場選舉 1.124之後 國民黨可能覺得他是選項太多 不是選項太少 因為每一個人好像 都可以贏蔡英文很多 所以國民黨內部覺得是 我是選項太多 候選人太多 不曉得到底是該誰出來才好 因為每個人都贏蔡英文 不過文獻的提醒是說 不要忘了還有柯文哲 今天節目沒有王世傑 不然他一定會跳出來說 你們都把柯文哲講得太厲害了 他根本不重要 可以見面對方 一陣子的大禮物 我們會不會丟臉